首先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海流全球的公开课 这个是风险投资入门 一共有六节课 今天是第二节课讲募资 然后先是免责声明 就是我们这个还是一个免费的支持的分享 就是我们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 不收取任何费用 当然也有可能我们过去经历过 有冒充海童的名义 跟大家联系啊收钱啊卖产品什么的 大家都警觉一点 不要上当说骗就好了 募资呢这一共是今天是讲五个部分吧 我挨个从上往下讲 第一个就是投资策略 这一讲主要是讲这个基金是干嘛的 第二个表现指标呢 就是主要是评估基金的表现了 然后第三部分呢是介绍这个LP的选择 就是你基金叫GP嘛 这个GPLP为什么选这个GP 为什么不选这个GP 然后第四部分呢 就是讲一下这个整个基金募资啊融资的流程了 最后一个就是简单分享一下 大概有多少份这个认可文件 法律文件 这个就是概括的讲一下吧 第一个呢这个基金最重要的 大家说这个基金什么地方最重要 这个担任很多了 见仁见智了 但我们从我们角度来看的 这个基金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投资策略了 就相当于一个公司的战略 就你这个基金投的是什么 看中的是什么市场机会 然后你自己有什么竞争优势 就像这个美国有几千家基金了 中国就更多了 这一万多家基金 为什么你能融到钱 为什么你能投到好项目 为什么你能够赚到这个收益 所以这个要大家想清楚的 我们一般都会做一个这个spap analysis嘛 就是你这个竞争的优势什么 劣势什么 这个机会在哪里 然后有哪些这个冲突 哪些这个我们叫streat 就哪些威胁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团队了 就整个基金 基金没有啥了 基金就是人 所以投资经理背景怎么样啊 然后有什么历史的业绩啊 主要的经验是在什么行业啊 然后能为这跟投资者的关系好不好啊 能增加什么价值啊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钱够不够 就今天我们主要讲的这个募资嘛 就你这个很重要 就能不能融上来 所以大家讲这木头馆 这什么重要很多人可能说这个投重要 你要投资好项目 有的时候要退啊 退重要 你要这个能卖出好价格 但其实你对一个新基金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募集了 你募不到钱的话 你没有冲户的资金 你再好的策略 再牛的团队 你没有钱去投啊 然后最后这个风险啊 解决方案这个就是很少有人提了 我们一般都会在这个基金最后放一个这个风险这个部分 就风险提示嘛 这个律师也会跟你说你万一有什么纠纷啊 是不是你说我提示过你了 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个风险提示一开始也在讲嘛 这个主要是针对合格投资者的 你要有一定的经验 你要能够承受风险 所以这个在基金都会提到了 然后这个刚才讲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投资策略嘛 你怎么找到一个好的投资策略 然后这个Peter Drucker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对他熟不熟 这个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了 他1985年就写了一本书 叫创新与创业 那也就很老的一本书 但里面这个很多观念其实没有过时了 那他的这个讲说你这个创新叫innovation 这个是怎么来的 他提了有六个方面 第一个呢叫这个出乎意料的 就是你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忽然就出现了 就比如说比特币 比特币呢这个是应该叫Satoshi 他是金融危机以后 然后觉得说这个大而不倒啊 这种中心化的机构太危险了 他就想做了这么一个趋中进化的 然后当时还没有blockchain 像比特币有blockchain的这么一种数字货币了 所以就这个很偶然的机会就诞生了这个比特币 像这个Airbnb也是很偶然的 就是这个Branchesky他本来毕业以后去规伍创业 然后就没钱嘛 没钱就是自己分租 分租以后 然后正好赶上他是这个设计师嘛 开个设计师大会 然后就开始把就租床垫 他那个为什么叫Airbnb bnb就是这个bed and breakfast 就是你住一晚上 第一个早餐你就走了 一般这个旅行的人都喜欢这种地方 方便嘛 敲个门就住 我住一晚上睡一觉吃顿饭 然后就走了还便宜 这个Air呢就是叫AirBad 就是他这个是充气床垫 觉得他根本就没地方住 我就客厅里什么很小 然后就摆一排充气床垫 住一晚上第二天放了7月就收起来了 anyway 所以就这东西很偶然 然后第二个呢叫这个不一致性 其实叫gap了 就是你这个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这个差异 所以就导致了你能够有什么方案 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就他这举的例子就是疫情期间远程医疗 就爆发式的增长 就一个就是成本高嘛 你要去看病啊 流程很长有预约啊很麻烦 还有就是疫情期间很多都不开门了 但你还得看病 他就给这个用这个远程医疗远程诊断 所以就提供了这个机会 然后流程这个也是一样的 就举这个例子呢 就是叫移动支付 就最早像中国啊 京东啊 淘宝刚出现的时候 就2000年初的时候 叫道富的叫COD 开市场delivery 后来就大家觉得这个太不方便了 然后因为要收 要先送货再收钱嘛 然后这个同一个同一个这个送货的 还得替你收钱 这容易跑路啊什么的有风险 然后也有可能有纠纷 所以呢最后就出现了支付网嘛 所以这就是因为这个流程的需要 所以产生了这么一个环节 怎么去优化的 然后这个市场的结构也是一样的 就现在很多都从企业软件 太麻烦了 太贵了 太重了 就像SARS 就比如说我们邮箱 原来我们有163 一次就在买一年 现在你我们又换这个微软 微软邮箱你可以按天买 可以按人买 你五个人交五个人钱 六个人交六个人钱 你明天再多加一个人 你只多交一个人的钱 多交一天的钱 所以这个SARS就非常非常的灵活 然后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而人口这也是一样的了 就是像中国有老龄化呀什么的 就所以现在大家都投这个健康 健康产业啊 新知新技术 就大家现在最火这个CHAT GPT嘛 就AI这个GENLEAP AI 忽然就出现了这么一成熟了 然后就就开始产生这个新技术 所以大家就开始这个不断的跟踪 不断的投资 这就是这个创新的来源 来决定了你的投资的策略 然后这个如果一个新的领域怎么去做 所以大家这个常用的办法 就是画这个投资线路图 其实就我们叫研究驱动了 先去研究 他举了例子 比如BESMER 他们要选定这个投资方向的时候 先找了38个潜在的高科技的方向 然后再去筛 有些是他们不懂的 就需要专业知识的 比如BioTech呀什么的 然后有些可能是太早的 就比如说什么3D打印啊 什么基因编辑啊 这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这么的技术 但是这个行业很不成熟 投了以后退不出来 然后或者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应用 然后另外呢 就是有些太拥挤的太晚 就比如说 版导体啊芯片啊 这个大家都在投 然后比如说这个前一段时间 社交网络呀 什么团购啊 什么这种就是太拥挤的地方 就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所以基本上就是最后通过这种分析 选出了五个行业 然后我们自己海投的微信金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至上而下 先分析各个市场 我们只要选这种一亿人口以上的GDP增长 在五个点六个点以上的 然后有人口红利的这些国家 我们选了18个国家 然后行业也是一样的 我们只要看这种 digitize的这种 就我们叫数字化的这种技术 就有些比如说金融科技啊 然后刚才我们讲的 还有一些消费啊 电商啊 物流啊 这些行业都是能够由数字科技去颠覆的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些行业 最后就是选了18个国家和5个行业 所以最后就换了这么一个投资的一个线路图 然后不同的基金呢 采用不同的策略 就是这个回来 刚才说你的竞争用是什么 这边有挤了几个例子 一个是Alboretum 这个就是个医疗基金 他说我就懂医疗 然后我的这个所有的投资机会有些是从医学院啊去转化来的 有些从医院里面研究的方向 然后帮他去上映化 所以他就是这个就是他的竞争优势 这里边专业性非常强 不是一般的竞争投进去的 所以他这个竞争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Ossage 这个就是主要做大学的研究成果转化的 这就没有什么竞争 很少人能做这事情 尤其是现在比较火的一些学校 比如他们就是就比如专门研究是计算机的 专门这个比如卡内基梅隆啊 什么这些研究AI的 就技术就这个转化就非常强嘛 就比如说先李开复老师啊 什么好多都从这里面出来大拿 他们就是回学校去研究 然后把他这些成果商业化 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专业性比较强 竞争比较少的 然后剩下一些就是商业化的这种基金 比如说Fungry Group Pay Northwest啊 这些就是什么都投的 但也有侧重 比如Fungry他主要就是投一些社交啊 媒体啊这些 因为他这个自己有复发器嘛 就Techstars 然后所以投这方面就比较多了 所以这基金呢 还是有各有各的这个定位的 然后投资策略一旦定了以后呢 就是首先是这个还是很难的 就你很难按着这个严格去执行 因为市场总是在变化的 然后投资机会呢 也不是说你想就有的 所以你还要不断的去找 还要建立你的品牌啊业绩啊 这个创造你的Deal Flow 所以另外就是有一个新的策略出来的话 你这个还是得证明你这个策略是对的 能是能赚钱的 然后如果不行呢 你还得去调整 但是如果你要这个轻易就换了 你原来是个医疗基金 然后看着这个Challet GPT非常火 然后就投了一大堆AI的项目 那你这个估计你下基金就很难了 刚才讲这个投资策略 然后这个表现指标呢 这是投资人最关心的 这个指标是什么 就是退出和收益 就你这基金赚不赚钱 然后如果这个基金呢 就还刚在融还没开始投的时候 那只能看你历史的业绩 如果你还没有历史业绩 那就只能看团队 看你的策略就就靠摔脸了 然后如果在投中 就你投了一些项目还没有退出的 很多基金就是投了两三年投完了 然后融第二期基金 第一期一个项目都没退出呢 对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这个第一期基金 投了三年第二期开始融的时候 第一期虽然这个账面收益是有的 但是没有退出的 这要看你投了多少项目 领投了多少项目 有多少个总是席位的 你这个有没有控制力 然后另外就是看你这个账面的收益 有多高了 总体来说就是这个 我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基金假设就投了四个项目 然后呢有一个项目 有两个项目已经实现了 就已经退出了 有两个项目没退出 一个项目呢 退出了这个三点二倍 这就属于赚翻了 一个项目卖掉了 这个亏了亏了0.5倍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亏本了 然后没有实现呢 有一个账面收益1.8倍了 这个相当于一个潜力股 就未来可能会赚钱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账面收益 砍了一半了 这公司不太行了 所以估值就砍了一半 这属于拖后腿的 总体来说这个基金还是不错的 你这基金开才两年多嘛 18年的基金到20年的时候 已经返还了1.5倍了 4000万的基金反了6000万了 然后账面上还有1600万 所以这个基金差不多是个两倍的基金 但是有1.5倍已经现金拿回来了 所以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倍数接近两倍 R24% 这个就是一个相对简化的一个模板 然后你要投10个项目 20个项目 30个项目 都按照这个去填这个XR表 然后这个不难的 这个但是这是客户应该最关心的 这个关键指标呢 就刚才介绍几个 IR大家比较关心的 另外就是现在比较关心DPI DPI就是已经分配了这个收益 跟他出资额的比例 我给了你一块钱 你给了还了我多少钱 是0还是2还是1 所以这是比较关心的 然后还有这个total value 这也是一样的 就你还的钱和没还的钱加起来 跟原来的这个出资额比是几倍 然后IR呢 就是这个年华收益了 所以这两个指标 应该是投资人最关心的 具体这怎么算就非常简单了 就想说你在XR表拉一下就行了 用这个XR去算一下 把这个金额时间放进去 这capital call就属于进去的钱吧 投进去的钱 然后管理费也是一样 就砍掉了这个费用 然后分配收益就是退出的钱 未分配收益就是账面收益 但是还没有退出来钱 所以他这个把限定流放进去一算 这个R有14% 所以看着还是看着还是不错的 那虽然这分配的不多 但实际上这个账面的还是有收益的 然后怎么选这个 比如刚才讲的这个都是绝对标准了 就是IR也好啊 然后这个multiple也好啊 都是绝对的标准 还有一个就是相对的 就是年份嘛 比如你高考考了600分 那你要你不知道你是哪一年的 可能那年的大家都考700分 所以你实是不好的 如果这个某一年大家都考500分 你追你这个出腿爬类的上情话伟大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 你这个基金呢 它要横向的比较 所以你要选年份 我们叫vintage 所以你这个基金是2020年的基金 还是2010年的基金 然后是要它跟这一年的所有的基金 横向比较 然后你要圈个范围 就是你是PE还是VC 还是早期的 还是早期科技的VC 还是早期北美科技的VC 然后选定你的这个对标的 所以一般像 看背着搜谁啊 他们有这个数据库 然后你可以去 他们会算一下平均的 是平均的水平 然后比较你 你一般比较好的 就top cartel 就前25%的了 这个就是相当于非常领先的基金了 然后还有这top descent 他就前10%的 那这个非常非常牛的这种基金了 就是90%这个基金都没有你的这个收益高 所以这个就是横降的比较了 然后另外还有就不是特别常用的 这跟2G市场的比较 这个这个概念还是挺有意思的 一般大的这个机构会用这个数据 它就相当于你这笔钱 如果我没有投给你VC 我去2G市场买了指数 那这个跟你相对表现是什么样 比如说你刚才做capital 你一年做一次 你连做四年capital 假设我这四笔钱 我去买了标普500指数 然后那这个基金到期后 10年以后这个收益是多高 所以比较下来这个VC真的是很高 所以你看这个25年吧 最后这个PE的话比标普500高了50% 你在你再看VC VC是是标普500的4倍啊 也就标普9% 它是这个36% 这个每年高四倍连续25年是多少倍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可观的 所以为什么过去的10年20年 就30年 VC尤其是这个互联网泡沫以后 两天以后这20年 VC是蓬勃发展的 就是因为它的回报还是非常高的 当然风险也很高了 这个流动性也很差了 你买股票可以今天买明天就卖了 这VC基金一锁锁你10年 所以这个就看起来的这个风险一价 还是还是值得吧 确实你要耐心等10年20年的话 你这回报是很可观的 当然也是刚才讲嘛 这个是你得选中基金才对的 你要选中这个千百 千四四分之一的 和千百分之十的基金才行的 然后这个LP的选择 这个就是GP你募资的时候 你得选嘛我的目标投资人是谁 是机构还是个人 所以总体从美国这边来看的 这是大概的一个分配了 投VC的这些机构40%是养老金 养老基金就是我们叫pension funding public pension public pension 有公共的 然后有私人的 还有企业的 然后是保险公司 然后这是这个indowment foundation 捐赠基金 还有10%是加办 然后50%是这种公司啊 有几种高科技公司 他们也做一些支投啊 然后也投一些基金啊 所以这是大概的一个资金来源 然后选这个 LP选这个基金的步骤 跟这个基金去选项目的步骤 基本上是一样的 你先去筛嘛 然后去进调嘛 然后去看条款谈判 然后投出去以后 再这个定期汇报嘛 看机报啊 看年会呀 然后一直到退出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就是LP是很辛苦的 我这个成立海投之前 是做了五年的LP 一年看几百份 几百个基金是很正常的了 但是这个做熟了 其实就很好 因为这个组合比较稳定嘛 可能一个标准的LP 投个100多家的这个GP 然后你一年90%的这个 应该10年基金100多家 一年有10个基金回来 10个基金 你可能要9个都是副投的 然后有一个节的表现不太行的 然后你要换掉的 所以这个做熟了以后的话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所以这个LP的这个生活质量啊 生活方式比这比较强很多了 LP关注的这个跟GP关注公司的是一样的 先看你的战略 再看你的市场 分头斥嘛 然后再看你的这个团队 但他这个不一样 就是他要看你这个条款 就包括你的管理费啊 绩效啊 然后这个待会儿我会具体讲这个PPM LPA里面条款是怎么规定的 所以大概就是选基金 就是看这几个方向啊 但这个LP有撤纵了 有的时候我就看业绩 我别的全都不看 你只要业绩好我就投 这属于这个追涨杀跌的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看人 这个人好了就行 他业绩不好 我觉得他只要人好 他还是能找到这个好的这个投资方向 找到好的项目 对于这个不太一样的 这个举了个例子吧 就是他们给这个团队 这个基金GP打分的时候 就多少项 有看团队的经验啊 稳定性啊 执行力啊 然后看基金的 基金的策略啊 架构啊 条款啊 然后他的历史业绩啊 最后还是看整体的这个适应性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LP想找啥 这个GP是不是符合 其实这一项的话 可能绝大多数的基金就都删掉了 本来说他说我只想投这个高科技的基金的 然后你弄了个医疗基金 那明显就不合适吗 所以上来那个估计是面都见不到的 这个回个邮件就把你打发了 这个怎么去评估这个基金 所以基本上就跟刚才那个是类似吧 但也有看这个soft skill 就是看这个面试嘛 看你合不合演员 跟你聊不聊的来 所以这个GP上来也得懂 比如说你去这个上来要跟人看看橄榄球啊 看看这个NBA啊 所以这个还得会聊 当然这个不用去陪他泡脚啊 请他吃饭喝酒打高尔夫啊 所以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了 大家都专业的这个关系了 所以总体来说这个近调是还是挺重要 就是大家还是要要看好跟你这个目标是不是符合啊 人是不是符合啊 然后能不能长久的关系 因为大家最讨厌就是投一起基金 然后你你就基金业就好了 你不要他了 然后那个或者他做的不好你把它裁掉了 这都有可能 所以很少有这个LP说我就投你一起的 大家都想这个 只要你长久赚钱 我就长期投你了 这样的话 我这个工作工作量才响吧 然后基金业绩才稳定了 然后还有就是首期的基金 所以现在就是尤其疫情期间出了大大批大批的 我们叫first time bond 就是第一次来出来融资的这些GP 这些呢有些典型的像养好金啊什么 他们都是不投的 他觉得你没有没有验证过 投的比较多的 可以看下面一个就母基金是比较多的 母基金有一半以上就考虑是投第一期基金的 因为这是他的增值服务嘛 他去筛号了以后 然后他的投资人 再通过母基金再去接触到这个已经验证的这个GP 再去投他们 然后就除了母基金以外这个只有30%人数 就绝大多数都是我不投第一期基金的 但投第一期基金呢有什么有什么 就是你还得有独特的优势嘛 就比如说举这个例子 我是投巴西的基金 还是比较少的 那我投中国基金现在比较多了 但是这个是一年间二十年间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 这个就是说你还是得有一套独特的竞争的优势 然后这样的话才这个机构才会选你嘛 要么就是 像说的不是first time fund 他是first time 但不是first time investor 就这个是个spin off 就比如红山出来的 在红山干了十年业绩非常好 你想自己单干 那就可能有一些LP会跟出来 来支持你 刚才讲了这个LP的选择 然后这个融资的流程 融资流程基本上跟公司的融资流程是一样的 就先做准备嘛 尤其是准备这个各种法律文件啊 然后这个我们就marking document 这个宣传的文件啊 建立这个data room 就准备这个资料 然后再选这个目标的这个LP 然后就有些是介绍的 有些是call call啊 反正你得有这个目标嘛 要出去录眼啊去见嘛 然后启动以后呢 就是开始去见 然后你最主要就是找个另头的 或者是就我们叫基石吧 找个基石LP 他能帮你就是锁定的 然后你会完成这个first close 就首次的这个关账 这个拿多少这个不一定了 也有就基金融的快的 可能第一次就就关账了 可能大家这个叫over subscribe 就太容易 然后这个兴趣有有个两三亿 那就挑挑拣拣很快就就封闭了 如果像现在这种情况 这个关的比较慢的 那你就先有个first close 拿笔钱先投着做着业绩 然后剩下的再接着投 一般的就是正常可能12个月 但市场不好也可能18个月 我还建过24个月的 甚至有的基金都投完了 还没有融完 所以但这种基金一般就是第二期就很难了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流程是不一样的了 这个谁辛苦谁知道了 然后选LP的时候就是首先看这个规模吧 就你是个要融多大基金 对方的LP是多大的 规模太大了不行 对方太小了也不行 然后他投什么阶段的 有些LP比如杨老金啊 他可能就投远 这晚期的 VCE和这个PE 他认为早期的风险太高了 所以他投的方向 叫说有的是这个战投 他只投科技公司 投跟他这主业相关的 那你弄一个医疗啊 什么新能源啊 他就投不了了 所以这个就是还是要 还是要做这个背景调查的 要搞清楚了 这个跟你是不是切合的 这跟面试啊 就跟你这个找朋友啊 什么都是一样的了 然后LP的这个构上 就像我说这还是要切合的 你是个早期的 就小规模的几千万的基金 那可能一大半都是高净值个人 然后还有一些是 引导门粉底神啊 比较激进的 还有一些政府的钱呀 还有一些就是战头的 就是跟他知道你做啥的 了解你的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机构化的投资人 如果你是融个几十亿美金的 规模很大很成熟了 那你就基本上就所有的这些大钱 就是有钱的这机构都在里头 养老金啊 母基金啊 金融机构啊 保险公司啊 引导门Foundation Family Office啊 全都在里头 就是这个市面上 这个能找到钱 基本都要去找一圈的 所以这个就是规模大 有规模大的好处 规模小有小的好处了 小的话你找几个高定值 找几个亲戚朋友 什么同学老乡什么支持一下 可能也就做起来了 但你越做越大的时候 你还是要这个找这些机构大的 像我说这种大钱去融资的 融资重点这个就还是还是一样吧 就是你这个介绍文件里写啥 讲团队讲策略 讲你的这个计划 讲你过去的历史的业绩 这个跟跟这个创业公司的BPR 没有本质区别了 就怎么展现你这个基金能力强 然后这个他为什么大家说你 你不投我后悔终生 那这就能上钱了就 最后一个这个就是偏法律了 就是认个文件 嗯 一般你要真的做基金的话 还是找个律师啊 这个律师有贵的有便宜的了 你找个标准化的东西啊 可能几千美金也搞定了 但是你要定制的话 可能要搞的很复杂 所以大概就是包括这几个文件 重要就是PPM 然后PA这是两个最重要的 然后这个SA呢 就是认个文件了 主要是这个审查你的资格资格呀 然后那个资金证明啊 然后这个汇款啊 准账啊什么就行了 然后这个GPA 那是GP直接内部的了 像我们这种比较少 就一个GP的那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东西了 这个Site Letter呢 就是有些是大机构 他有一些特殊条款的 比如说他有SIP account呀 独立账户啊什么的 可能会签一些 这个大多数的都是没有的了 然后这个PPM 这个是讲基金的 这很重要 就是但一般大家就看前级啊 就这个摘要的部分 就讲讲市场啊 讲讲团队啊 然后讲讲公司的背景啊 投资重点啊 还有一些核心的条款 所以这就行了 然后如果你还详细 你觉得还挺有意思啊 我想详细了解一下 然后你就挨个这个就展开了去说 每一个部分 大概有个三到五页什么的 然后最后这个风险结识 这是最长的 可能就有一半的PPM 都在这个风险结识里面 他尽可能把所有的技术啊 市场啊团队啊 监管啊各种风险全都列出来 就证明你 我跟你提过这个投资金有这个风险 你自己不看就不行 我们还真有投资 就把整个的风险结识都看完了 跟我跟我提出几个 几个点让我来改的 所以这个我自己都没有看完 这律师写完了以后 我作为GP都没把自己的风险结识 从头看待完 那个东西就是太包人了 然后也 我觉得大家是没人看的 真的有这个LP 从头看待完的才投入基金 LPA呢 这个是主要就是核心条款了 这个就LP跟这个GP之间的签的这个协议 里面包括这些什么规模呀 起头啊 这期限呀 就一般就5加5吧 然后管理费呀 carry呀 投资的阶段呀 地区呀 方向啊 什么 所以这个合约条款 这基本也是个是个标准的 拿来这个改改就行了 所以是其实像我说的 这个做一个VC金的成本不高的 因为他这个都是标准化的东西 然后这个比较重要就是管理费了 就是一般市场的基金都是20嘛 管理费就2% 当然也有一些收2.5的 我还见过收3的 所以这就是溢价能力嘛 嗯 还有就是看你这个成本 有些公司合伙人不多的 那就不用收那么多 然后有的人就一大堆合伙人呢 可能就收的高一点 嗯 然后另外就是 一般5年投资期是有一个金额的 222.5啊 什么的 然后这个5年退出期 基本上就是我们叫step down 就会降低的 几种方式 也就情况一呢 这种就是 我特别牛 我就不肯降 我10年都是2.5 那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每年降这个10%的 也有降固定的这个比例的 就是 第六年啊 2.25 然后2 啊 1.75 什么 按照同样的这个金额去降了 然后也有就是我 6年以后不说 这个比较罕见了 我还没有见过 偷五年收 然后低端以后就不收了 一般多多少都会收一点 因为你这个还要养团队啊 还要干活嘛 不能说退出了 你就不干活了呀 啊 绩效的话 这个一般就是20% 就是他就举了个例子嘛 这个1亿美元的基金 赚了1.5亿 然后你这个交管理费10年 2500没了 然后这个绩效是这个 1.5亿的20% 那就3000万 所以你这个GTA干了这1亿的基金 赚了5000万 然后这LP拿回1亿 所以还挺好的LP赚了一倍 你赚了5000万 所以这是比较比较典型的一种算法 这个做法了 然后 但是这里面有一些瀑布的 就谁先拿谁后拿 一般都是这个LP先把钱拿过去嘛 拿回本 然后剩下再分 然后还有一些有huddle的 像我们基金有个huddle rate 8% 就是说你你先拿出本 再赚8% 然后是这个剩下的钱 那个LPGP再分 然后有些说这8%呢 我达成以后呢 我还要再追回一部分 追回20% 这个都算我们赚的 还有catch up 所以搞的很复杂 所以我们一般就说这个算了 这都给LP玩了 就不搞那么复杂 所以 然后还有就clawback 就刚才这种情况的 分多了 然后有的是基金分的 就像我说的基金还本再分 有的人项目分的 这个项目赚钱了 那我就要分 但是这个基金可能亏钱了 你还得带还 所以这搞的很复杂 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了 GP出资也是一样的 一般就是行业标准 可能1% 1亿美金的话 GP出个100万什么的 但这个就不是 这个你这还是博弈嘛 你这个新基金 你觉得GP得多出点钱吧 LP就不相信 这个觉得你这个自己出钱 嗯 那就是这个增加信任感吧 你也承担风险吧 像我们一期基金 我GP就出了50% 因为我们这个 没有什么业绩可以讲嘛 所以大家还是 还是相信你看你自己出不出钱 自己投不投吗 啊 但是这个就是对GP比较大的 尤其你这个一直都没有推出的 你每期都往里放钱的话 这个啊 很多GP就出不起的 所以还有这个贷款啊 只去去投的什么的 搞的这个杠杆率很高 所以他可能就变得非常保守了 就很多项目就不敢投了 这个风险大项目就不敢投了 就错过很多投资机会 然后这个LPA就还有一个像刚才讲出了一个这个关键人物 叫Keyman Keyman这个这个还挺重要的 就是有些LP他要求说 哎我我我看中的就是你 你在我就投你走了 我就我就不投了 我就可以撤资 所以这个Keyman就有些是主动走的 就分家嘛 就职业常见了 一个基金几个合伙人合不来的 或者有的业绩好有就把业绩不好的赶走 然后我不想在他跟他分管理分分carry的 所以这个有些就有关键人物的条款 所以你如果这个一分家了 或者谁谁走了 那我这个基金自动就就清算了 那我就把钱拿回来什么的 所以这个都是要博弈嘛 要谈嘛 所以尤其像我们这个只有一个GP的 那就我要不干了 这个基金就没了 你就自动就可以找别的机构托管啊 或者职用就清算了